我们基本的想法就是说 台湾整个社会而言 就各方面的品来看 它的表现应该是在 华人社会是应该受肯定的 但是好可以再好 何况是我们在社会里面 总是在很多角落 或者是很多人 也因为很多因素 所以在整个品的表现 最近社会发生那么多事情 我们就知道说 那个部分其实是很值得努力 社会也很期待说教育部 应该在品德 有品的这个部分特别来找力 内涵有哪些 所以我们包括品德 品质 品味 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 它是第一点它抽象 第二点它几乎无手不包 所以我们在开始行动的时候 可能要去找一个比较具体的 所以我们目前是有包含了 一个品德教育这个部分 从学校这边开始 另外是一个艺术杂根的部分 我们会譬如说请艺术家 下乡到学校里面去 特别偏延的地区 然后办这个校外教学 艺术欣赏 把那个小学生拉到 那个艺术的场馆里面去 类似这样的 那第三就是有关于这个阅读的部分 特别我们在 我们的公共图书馆 全台湾有300多座公共图书馆 那我们这一次 花了不少经费 要把那个地方的公共图书馆 不管软硬体设备这个部分 要把它加强 所以才会最近 媒体一直在讲说 怎么花12亿 因为没有去看那个内容 所以就有那样的批评出来 事实上我们是 都有它的一个发挥的方向 那最后一项就是有关于 环境的保护 环境的那个保护那个部分 那也是要在过去 永续 对对对 要在过去学校里面去 找出来一些典范的学校 然后要给他经费 让他去发展他 能够在减电 或者减碳 节能 各方面 让他变成一个典范的学校 然后从小学这边选300 然后中学 国中这边选100 然后高中子选60 大学选40 那这样慢慢慢慢往前面推 所以我们基本的做法就是 一方面是理论性的一个论述 这个部分过去很多 那二方面是我们要找一个具体的东西 那那个东西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从学校开始 慢慢在从学校这边跟家庭 跟社会整个能够联合起来 那么既然是大家再生意过来